是的 主播正当全球以为疫情好不容易出现了曙光 没想到又发现了新的变异株Omicron 而且它的突变程度远超过Delta 让专家绷紧神经 先来看一下定毒的3D影像图 Omicron在极蛋白的突变有多达32个 那这个数字呢其实是Delta的两倍之多 在受体结合日的突变呢也有10个 Delta已经够可怕了 但其实也只有2个 在福林蛋白酶切割点呢有两处 而Delta相比呢也只有一个 一个就已经在全球造成大流行了 有两处的话呢会不会更严重呢 那这些变异基本是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就是让病毒的传播力更强大 而且感染力也可能增加 再来呢让专家最担心的就是出现免疫逃脱的状况 目前我们已经有看到相当多的案例 都是打过两剂三剂的人出现了突破性的感染 而且疫苗覆盖率高的国家呢也陆续破功了 说到这里Omicron似乎是变种大魔王哦 但是专家认为也先不要太恐慌 因为呢根据南非第一个通报Omicron病例的医师库兹表示呢 他的观察是这些患者的症状呢都是相当的轻微的 也没有出现丧失味觉或是受觉的状况 但是呢病患通常都通报说有非常强烈的疲劳感 脉搏加快而且头痛 喉咙有点痒痒的出现干咳的状况 但是因为这些症状是比较轻微的 因此呢复原的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不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在南非看到的患者呢通常是40岁以下的年轻族群 因此Omicron病例株到底会不会导致重症 又会到怎么样的严重程度 以及对高龄人口又是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暂时都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观察 我们来听听看南非的流行病学家卡利姆他怎么说 Omicron的确它的传播速度是相当快的 但是卡利姆认为呢目前也不用太过担心 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免疫逃脱 就怕疫苗失效因此国际的疫苗厂呢 他们现在也是准备好了要来迎战这个新变种 辉瑞BNT呢他们就表示 如果有需要来调整这个成分的话呢 六周之内就可以完成 而且呢非常快在一百天之内呢 就可以量产出货 再来莫德纳的总裁呢 他是把Omicron形容成是科学怪人等级的大混种 感觉是比较悲观一点点 但是呢他们也有信心在两个月之内呢 调整好疫苗的成分 有望在明年就可以推出了 另外史普尼克V呢最有信心 对自家疫苗超级有信心 他说我们的这个保护效果呢 是胜过其他家的疫苗 而且是可以对抗所有的变种病毒 现在很多国家呢也是加快脚步 在开放18岁以上的成人来接种加强剂 包括美国英国奥地利 德国日本等等非常多的国家 我们并没有全部的列上来 但是可以感受到各国这一次呢 在面对Omicron动作非常的快 那或许是有了Delta的前车之鉴哦 那很多国家呢都是先堵再说 先把这个病毒围堵在边境 南非的机场就出现了这样子 旅客大排长龙的景象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国家在得到了这个Omicron的消息之后呢 马上下令对于南非波扎那等等国家呢 下了禁航令 那南非总统呢 面对这样的状况就觉得气不过 他觉得很失望 为什么我们诚实的通报新变种 却是遭受好像惩罚一样的禁航令呢 而且因为禁航令也会影响南非的经济复苏嘛 而马拉威的总统呢 也来帮腔说呢 这根本是各国呢恐非症发作哦 而世界卫生组织也来力挺南非说 认为南非的这个科学水准啊 还有他们资讯透明的程度呢 其实都应该是要受到嘉奖鼓励的 应该要拿个金牌才对啊 话说回来 Beta还有Omicron变异株都和南非有关联哦 南非是不是特别容易成为变种病毒的温床呢 针对这一点 学者呢认为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艾滋病患众多 怎么说呢 因为免疫不全的族群 他们更容易受到病毒入侵 而在这个久病不育的过程中呢 就提供了病毒一个非常好的突变环境 而南非的艾滋病患人数有多少呢 750万人是全世界第一多的 那因此呢 就提供了病毒非常多的这个突变机会 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疫苗的覆盖率太低了 南非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口呢 是连一剂疫苗都没有打哦 因此南非政府呢呼吁民众赶快去打疫苗 而其他国家该怎么办呢 除了是一方面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以及施打追加剂之外呢 或许在新的疫苗问世之前 暂时都还不能放松警戒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